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周末出炉的国酒条 很多自媒体博主很兴奋 认为国酒条的出炉将带来新一轮的十年的未来的大牛市 我们看一下历史上前两次国酒条出台的背景 以及跟这次做一个简单对比 第一次国酒条是2004年1月31日当时出的国酒条 当时的一个背景是股权分支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同时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经济开始迅速的腾飞 所以那一次国酒条出炉以后 市场又经历了将近一年多的熊市 最终在2005年的时候900多点的时候触底 之后开启了波兰壮阔的00907年的大牛市 第二次国酒条是在2013年底出炉的 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是中国开始大规模的降息降准 而且那个时候在涨价去库村的一个前夕 整体的居民的储蓄还比较富裕 所以说国酒条那一次出炉以后过了半年 市场也开始一轮风牛 那轮牛叫杠杆牛 之后很快不久就结束了 那一轮的背景其实就是整个的一个降息降准的一个背景 同时居民的储蓄还比较富裕的一个背景 这一次的国酒条是在4月12号发布的 目前我们的整个经济基本面的情况 是一个有持续向下的一种压力 可以说是没有前两次国酒条的背景那么好 当然前两次国酒条出炉以后 也不是马上就迎来大牛市 它其实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影响因素 那短期就是我在这周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讲 就是关键的短期还是看最近刚刚出炉的两个 这个金融数据包括进出口 包括CPI的数据来看 那短期的涉容数据的增速回落到了8.7% 创了历史新低 这个是在周五收盘之后发布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金融数据非常的重要 它对市场会有当期的 近期的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我觉得短期主要还是看 当下的一个经济基本面的情况 包括这些金融的数据 进出口的数据 CPI的数据等等 所以说国九条我认为短期对市场的影响不大 它甚至还没有取消印花税 当时政策的影响大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国九条的触路 对短期的影响不要预期太高 讲到这儿也给大家简单加上市场 市场其实经历了二三月份一轮反弹以后 目前明显有一个走弱的迹象 很多的个股和板块其实又跌回了 之前二六三五点附近的地点 甚至有的还跌穿了 虽然指数还在三千点上方徘徊 但基本上还是靠一些权重股 由中石化的拉抬造成的 所以走到现在的整个赚钱难度 肯定进入一个地域级别的难度 一个HUD模式 其实赚钱是非常难的 亏钱是非常容易的 其实整个股票市场 赚钱难度肯定是比以前难得很多 在04-05年那时候入市的时候 或者在15年以前入市 那些阶段的入市难度 整体来讲没有现在这么高 现在整个市场非常的复杂 包括量化 包括油资 各种体系 包括现在是个存量的 一个减量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目前的赚钱难度 肯定是之前 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 几何级别的一个难度 所以说我觉得不要在这么 难度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 去跟它硬壳 我觉得还是要等待市场的 真正的见底的这种机会 我之前也讲了 会员直播也讲 就整个今年的A股 只有交易机会 没有投资机会 所以说每一轮反弹 只能做一个超级反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